抱了短短8分钟的鹰派言论让股会是双杀 台股盘中跳水大跌超过了400点 诶市场不是都有预期心灵了吗 怎么股市还是惊吓连连呢 多头防线被冲破 月季线一天的时间再度跌破 但是呢有看节目的完全都不慌 因为我们掌握到哪些是好股票 就是要等拉回的好时机 现在不管大盘修正了如何 而我们的股票向上冲才是关键 想要赚到筹码红利超额报酬股 千万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股市的小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相信呢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紧张 现在有一只非常大的老鹰布局了 我们整个台股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杨基正分析师 老师好 Coco好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现在呢是一只老鹰 然后让这个股会是都是双杀的 那投资人现在的观望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厚 在这边呢我想要为我们的投资朋友加油打气一下 用什么呢唱歌 好 老鹰一起老师一起咯 手牙手心道顶 百后世纪 千秋为了 百中天 老师也会这首歌耶 一点点 为什么会这么唱呢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现在呢音浪冲破了多头防线 是我们可以逢回布局的 好时机 那这样子呢我们只要掌握对的股票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股票当作是飞龙一样 飞上天了 那另外呢老师知道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筹码红利 今天就要带给大家呢来知道这个超额报酬股现在正夯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台股走势 费的是放鹰派的消息嘛 那股会是是双杀 那台币就是重扁了1.67角 像今天的电晶船啊大型拳支股是全面的倒地 其中货柜酸熊更是杀身隆隆 拳支股可以说是邪流成河 今天呢灌破了万五的大关 还有一天的时间呢是跌破了五日线 还有月线跟季线 中厂市大跌了352点 收在14926点 跌幅为2.31% 成交量为2093亿 贵买的部分呢 跌幅为1.75% 成交量为621亿 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 外支是由买转为卖 今天是卖超244亿 投信是持续47天 买超台股为10亿 总合计是卖超315亿 老师大家就想要知道了 这个包额呢只花了8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让这个股汇市都是 傻傻的 像今天是跌破了所有的均线 那这样子呢 多头的这个气氛之下是回挡的 那现在是我们布局的好时机吗 老师怎么看我们今天的台股呢 好 那首先来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张K线图的上升趋势线 这个全子股的部分是有跌破上升趋势线 是的 但是中小型股的部分相对比较 比较强劲 所以结论就是 全子股最近的话是比较弱势 是 然后OTC中小型股相对比较强势 是 那在全子股的部分 大家是都不用看了吗 直接盖 直接往这个柜买走吗 因为我们看今天的台积电 它事实上在502到511 留一个蛮大的一个往下的跳往缺口 是 那台积电它本身的话就是 互果神山 又是权重最高的 是 你看它8月22号已经留下一个514到517的往下了 8月22号 那今天再留下一个9块钱 今天这个缺口更大 所以这阵子的话就是全子股 相对来讲就比较弱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台积电不好 那我们全子股是不是就不要去追踪它 对 台积电它的拉回的这个幅度 相对来讲是比较深 那也就是说台积电一拉回 事实上有一些联动的一些电子股 它会跟着拉回 所以说OTC在这边的话 中小型股 你看 OTC这张K线 虽然今天有留下向下的跳往缺口 但是它的月线跟季线 事实上已经在 黄金交叉 对 黄金交叉 大概10个交易日之前 也就是说 它在月季线之上整理了大概10个交易日 所以纵使它最近这一两天如果有回撤 它只要没有去跌破月季线的话 相对来讲在这边都是算是一个强势整理 这是中小型的部分 好 那老师全子股 因为毕竟还有一些投资人 他手中也是有一些全子股的 是 老师那这样子 到底能不能回到这个上升趋势线之上 全子股今天我们就线论线 它今天是呈现一个上升趋势线的跌破 对 也就是说它全子股的部分 比较弱势的 有可能来出现打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 比较弱势的 事实上之前就有一些这个 像文帽 像利基电 像连电 有一些比较弱势的 它会来打第二只脚 那现阶段的话 如果说没有那么多族群 来打第二只脚的话 未必会跌那么多 但是它毕竟它 全子股的部分 它已经去跌破了 所谓的上升趋势线 所以原则上 还是要斟酌自己的 本身 持股的这个业绩面的部分 假设业绩又没有很好 然后又呈现一个破线的话 还是要做一个这个 持股的调整 是的 老师这边有呢 提醒大家要好好来留意一下 那既然呢 很多的股票 因为资金轮动的关系 那也是因为资金 量现在变得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要选股不选市了 那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我们帮大家来掌握这个 世新KY 今天呢是逆势收红 好我们看到世新KY 事实上它的半年报 大概有12块 也就是超出一个资本额 那你看它这个 这个波段的反弹 算是比较强的 因为它的月季线也是交叉向上 但是再继续往上弹的话 还会有一个长天级的均线 所以原则上 再往上的话就 不要过度的追加 但是震荡 到月季线上面一点点的时候 这边是有这样子 是有差价可以做 因为它这个上半年 已经赚了大概12块钱左右 所以呢 世新KY 这个部分 还是要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然后大家是在区间 来做操作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工业电脑的部分 因为工业电脑呢 是一直来都有帮大家 掌握的这个族群 而且它感觉就是 没有受到大盘在震荡 你看它现在在月季线之上 都守得好好的 只不过 今天留了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对 它这个也算是属于强势整理 但是 因为它的业绩算是比较稳定的 可是基本上它比较不会大涨大跌 它有可能慢慢涨 但是涨的幅度可能也不会 太大 就像今天这个Coco讲的 它今天就留下一个上影线 表示说上影线那边还是有短压 短压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工业电脑的话 该怎么办呢 就是区间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在月季线之上 然后来做一个区间操作了 对 也不要过度的追降 因为毕竟它的月季是属于稳定型的 对 等于是说如果说你喜欢比较属于稳定的成长的话 可以来看工业电脑 对 那另外一个呢在材料的部分 材料的部分因为它的卷值比很高 然后它的这个半年报的部分非常的亮眼 它已经半年已经赚了10块钱以上 也就赚超出一个资本了 尤其是它的卷值比的部分 来到了63个percent 算高 很高很高 因为之前我们有曾经跟大家讲过 卷值比只要超过三成的话 30对 就很有可能形成一个载空行情 所以你会发觉它的K线图 事实上它是比工业电脑 还来的角度还来的抖 它比较属于这种波动会比较大的 尤其它卷值比这么高 再加上它半年报事实上 表现非常的亮眼 是有机会再工一波 是 那这个是材料KY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好好来留意一下 这个卷值比部分 是不是只要卷值比呢 它没有在往下修正的话 大家都可以来留意一下这个轄空行情 是 它现在卷值比有到60几个percent 对啊很高 好那下一个呢 是在车用的部分 连展投控 好这一档的话算是属于转机股 它也是属于蛮强势的一档客股 也就是说它 股价也是领先去突破5月17号那个高点 是 那当然业绩面的部分是 左眼在它这个连接器车用 相关运用的这个转机性 转机性 老师那这样子车用的连接器 每一档都可以这样看吗 事实上这一档是相对更强的 因为它转型成这个控股公司 所以它旗下有三间的子公司 那子公司的部分我们就要 个别去留意它的业绩 就整体上来看还是 左眼在它的这个 技术面的强势跟它的这个转机性 是那这个是有题材的一个部分 那老师车用这个族群您会怎么看 车用这个族群事实上它 它呈现一个比较分歧的这种状况 所以说原则上这一档个股它是属于比较强势的 就除了这一档例外 其他大家要好好来研读一下 它的可能未来的成长性啊等等的 对吗 对 好 那既然老师刚刚有提到呢 题材性的股票大家要来好好的掌握 因为现在行情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资金就会有限 资金就会流向有题材的来当作避风港 我这边再补充一点 刚才Coco聊的车用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觉今天的冒连跟合大 对 相对也蛮强的 是 那我们今天就是以这个连展的这个K线图 事实上车用已经有好几档蛮强的 是 好 那车用大家也可以来留意 因为毕竟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而且政策也在加持之下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 筹码红利超额爆筹股现在正行 大家听到筹码红利眼睛都亮起来了 老师到底要怎么赚到这个筹码红利呢 好 那通常的话我们要掌握这个 所谓的领先股 领先股它通常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 它会领先去突破 那这边的所谓的领先突破指的是说 有一些少部分的个股 它已经去过了8月17号的高点 是 事实上我们这次是从8月17号又掉下来 对啊 刚才节目的开始有说今天已经破了月线 季线跟五日线了 但是 少部分的族群的话 它已经去公国去现在框起来 8月17号那个点 那个点叫做15,475点 所以说 这些就是所谓突破 8月17号高点的一个所谓的领先族群 那当然这些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是比较属于有特殊题材的 是 像嘎空题材也好 业绩题材也好 甚至整个新要的题材 我们等一下 可能稍微介绍基党 比较属于有这个 特殊题材的这个个股 大家来做个参考 那既然它已经去突破8月17号这个高点 表示说它走势就是比大盘还强 对 对 那原则上我们做多操作一定是要选出 相对比较强的这个个股 它的这个报酬会更大 是 那不管你是喜欢领先股还是超跌股 因为在超跌股 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如果今天你的爱好是属于领先股 就是想要领先大家 我最厉害的话 可以来关注哪些族群呢 老师今天帮大家呢 掌握的就是下波的主流是哪里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生肌股里面应该有好几档 我们看一下这一档 这个4743的合一 它第一个它卷制比也蛮高的 你看它的供给角度非常的陡峭 为什么 因为大盘这几天是向下修正的 但是它是直接往上的 最主要是主 这个去年它已经有一款这个 糖尿病的这个脚部溃疡的这个新药 叫做素B1已经在台已经上市了 那一瓶乳膏的话 医生如果许可的话 是可以开给病人 一瓶小小瓶在台湾就9800了 那在美国的部分 还最后还在这个认证的这个阶段 但是那个价格是台湾的 非常多倍 那以这个 软膏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已经在台已经核准了 那另外它的 还有一个 我刚才有讲到特殊题材 对 现在不是进入这个新冠肺炎 对啊 那这个有抗新冠的 所谓的这个小核酸的这个用药 目前也在开发当中 跟它的母公司中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这一档就是同一个集团的 那 你看它这个现行 事实上它已经突破整理平台了 那刚才的合一的部分 它是属于股性更活泼的 是 那在夹带它的卷制比现在大概接近20%左右 所以原则上 虽然你看它的供给角度很陡 事实上如果有印象的人 它在109年 它曾经涨15倍 大概就2 30块 涨到接近400多块 差那么多啊 对啊当然未必说 这一次一定会涨那么多 但是这一次也有双题材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溃疡的新药 乳膏已经可以在台上市 而且在东南亚的好几个国家 也在认证当中 是 好那中天的话呢 中天的话它是合一的母公司 所以原则上 它们两档的走势会非常的雷同 会非常的雷同 所以中天是受惠与合一吗 因为感觉合一的题材比较多 对 原则上是这样子 但是中天它也有一款这个 新药现在还在开发当中 所以原则上这个是属于 两档的部分 会一起这个走势会蛮相近的 是 那只不过这个合一的卷制比更高 是 所以就看各位喜欢在合一的部分 还是中天 因为他们价位也是有一点落差 是 好来看一下下一个是经允生剂 这一档 它事实上它的攻击角度蛮陡 你看原本它是蛮冷门的 但是因为它 最近的几款这个 所谓的健康食品 包括蔓越莓等等东宠下草 大家现在这个 都会注重养生 没错 所以会有一些胶囊 甚至包括胶原蛋白益 等等 它是类似从事这种健康养生 也就是微生物发酵 然后把它弄成这个胶囊 组成一盒一盒这样子 那事实上这个不管是所谓的这个 东宠下草也好 甚至整个 维他命 甚至维生素 还有其他这个很多样的产品 都满热销的 所以它上半年 事实上生技股里面 它EPS算有到1.23 那技术面上它刚好又符合刚才 它又过了 整理平台 也就是它又去突破 8月17号这个点 那从上个礼拜五 事实上它已经就转强了 那今天再补一根涨停 这个就是说 加权在毁的时候 哪一些逆势股 它是没有毁的 它很有可能下一个波段 它又直接再攻一个波段 是 而且生技股好像也不受到 什么升息 CPI的数据影响 对 因为它比较不占指数 所以它比较强调 它短线的一个特殊的题材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的 对 老师那资金的控管的部分 因为它的量其实算是比较小的 所以资金是不是比例要抓一下 对 但是它今天跟上个礼拜五 已经都有出现一千多张 所以原则上 你买个几十张 事实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 也还好 好 那这个是生技题材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这个雍智科技呢 好 这一档是 封册的载版的这个厂商 那它半年报的部分 事实上也满亮眼的 半年大概赚了8.1元 那你看那个 它的这个 上面有一条长天起的 蓝色那一条线 那个是属于比较长天起的 如果说它攻到那边的话 可能开始就会震荡 但原则上在技术面上 因为它半年报也还不错 所以它的这个月季线 已经准备要交叉向上 你说月季线交叉向上之后 它会 事实上一般的个股的话 它展开的反弹行情 时间都会比较久 你只要不要过度去追价 如果说碰到那个蓝色线附近的话 不要马上就追进去 那事实上在这边 如果有震荡的时候 这边都还有持续反弹的这个可能性 老师那这些都是属于区间来操作吗 对那雍智客的部分的话 你就它回撤 因为季线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留意 但是冲到蓝色那一条 如果说几涨 连续两三天几涨的话 就不要过度追价 这样子就可以创造这个价差这个部分 就是可以赚这个筹码红利 你想要这个高报酬多一点的话 就要好好来做这个价差交易了 是 那现在呢有一句话说什么 跌时重值 所以在今天呢有帮大家 掌握到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资金会流向的题材 就会成为资金的避风港了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帮大家掌握 这个筹码红利超额 获利超额的股票提供给大家 那也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上六点半准时的 在YouTube下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则资讯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想要来询问老师 关于任何筹码面啊 选股的小技巧 因为老师是选股常胜君 都可以加入老师的Lite 跟老师来互动来做交流 我们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谢谢Coco 拜拜 拜拜